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者陈勇报道 当59岁的村康熙站在面前的时候 仿佛看到一位逐渐不如老年的林家大爷 很亲切 而所谓气场这个东西在他的身上 似乎是不曾存在的 尽管他是亚洲最顶级的教练 执教一家俱乐部长达13年 同时让全北现代这家原本实力普通的俱乐部 成长在亚洲顶级豪门 两多亚冠冠军 五多联赛冠军也是全北全部的五个联赛冠军 其实如果不是2011年12月到2013年6月期间 单线调到韩国国家队担任主帅的话 全北现代或许可以夺取更多的冠军 而在2018赛季 第六个联赛冠军正在向其招手 很多中国球迷其实都还记得广州恒大客场 吴宾音击败全北现代的比赛 但那场比赛 恰恰是在村康熙界调到国家队之后发生的 当时执教全北的是他的助手李信石 后来李信石下课 接任的是村康熙的另一个助手法比尔 法比奥一直执教到崔康熙归来 随后重新担任崔康熙的助手 如今法比奥已经加盟山东鲁能 此次全北现代前来济南集训和比赛 崔康熙终于可以看到老朋友了 他告诉记者 因为法比奥 他一直关注每一轮鲁能的表现和排名 26日的采访中 崔康熙更多的谈及了他长达13年 执教权位现代的神奇密码 同时也给中国足球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认为 凭借中国的经济和地域 只要大力发展情绪 超越韩 不和日本其实会很快 鲁能和法比奥 因为法比奥 每轮中朝我都关注鲁能足球 先说一下这一次济南之行吧 崔康熙 首先非常感谢山东鲁能的邀请 比起在国内训练来 这是新的环境和更好的训练条件 而且还有山东鲁能这样优秀的球队交流和学习 这些对于我们下一阶段的背诈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世界背阶线期比较长 能够有这样一段时间 进行海外集训是非常好的 此次我们来到济南 球队有多名队员缺席 去国家队的缺席三人 去国奥队的缺席两人 还有受伤的球员 但我们剩下的队员 也都需要比赛的锻炼 所以非常感谢鲁能的邀请 说一下山东鲁能吧 也是老对手了 过去多年在亚冠和热身赛中 被有过交手 和山东鲁能的缘分最重要的 就是我最好的祝赏法比奥来到了鲁能 所以现在在打好我们的联赛之余 我也会关注一下山东鲁能的成绩和排名 在最近几年 山东鲁以虽然是中超高豪门球队 但一直没有像今年这么出色 今年 广州恒大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鲁能的竞争环境相对容易一些 所以 我感觉 如果山东鲁能能够在今年拿一次冠军的话 那将是对鲁能支持者们最好的回报 怎么评价法比奥 看来鲁能 你是否非常心疼得力助手的离开 有一天 法比奥来找我 说他接到了一个邀请 是山东鲁能的 他说他在全北县 待待了七年 对我 对球队都非常有感情 对于他来说 无论是留在全北 还是去山东鲁能发展都是可以的 但他希望我帮助他做个决定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已经都哭了 我也了解到鲁能给他发出邀请的情况 鲁能给他的待遇 要比全北更高 而且鲁能提供了首席助教的位置 比他在全北的位置更高一些 所以当时的我也很犹豫 但鲁能给他的位置更高 待遇更好 所以我帮助他做了个决定 说你还是去鲁能吧 我身边的这些教练 如果有一天有了更好的发展 或者有一天他们能够承担起主教练的责任 到更好的位置 我作为一个前辈 都会是非常开心的 法比奥虽然是一个巴西人 但他在西亚也当过教练 他在全北也跟着我积累了七年 拿到了很多冠军 他的经验对于鲁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帮助法比奥做了决定 放他去了鲁能 虽然我少了一个得力助手 但如果法比奥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也会为他高兴 所以现在中超美轮联赛后 我都会关注鲁能的排名 怎么评价法比奥的特点和能力 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做一件事情一定会做到最精 这就是他最大的特点 他还有一个优点 是因能力很强 他其实不像巴西人 巴西人给人的感觉是自由 但他做事非常认真严谨 而且是硬性很强 他到了韩国就喜欢了韩国的文化 他的为人处 事都是按照韩国的文化进行的 这样的特性意味着 他是一个可以成功的教练 法比奥走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担心他 他无论到哪个球队 都一定会给这个队伍带来提升 因为他是非常严谨和认真的 也因为他是硬能力强 对了 还有一点 巴比奥吃辣比韩国人更厉害 他也很喜欢学习和研究 很注意积累 这些都会给他的执教和他的球队带来帮助 全北现代13年密码 相互信任 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有感情足球 全北队的辉煌和你在这里的执教时间基本是同步的 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你是如何始终保持全北的强势的 崔康熙 今年是我在这个队的第13年了 13年前的2005年 我来到全北的时候 全北还不是一支强队 到了2009年 俱乐部给了我更多的权利 我们也引进了更好的球员 俱乐部的赞助商全北汽车 也给了我更大的支持 很多队员都是我选来的 在我们共同工作的过程中 我们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 大家在交流方面毫无障碍 一支球队要保持长期强势 赞助商的支持 教练和球员的信任 球员和球员之间的信任非常关键 这一点我相信在中国也是这样的 只有心灵相通 我们成功的概率才会更高 我带队不会采用极端的方式 比如骂队员 或者笑呼队员 我就是捏合好我们的球队 其实 足球教练是一个高位职业 包括在欧洲 除了两三个人之外 其他教练执教的时间都不是很长 也就两三年左右 有的甚至半年就结束了 当我来到全北的时候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我也做好了准备 可能半年就回家了 所以我更加努力 但我没想到 我一干就干了13年 这要感谢我们赞助商的支持 这也让队员们非常安心 在这种情况下 出成绩的可能性自然就更大 长达13年的执教 球员是否很容易形成一种惰性 在全北 我是一个领导者 我有责任给他们高水平的训练 高水平的比赛 让他们精神集中 我和队员相处的时间越长 我们就越有感情 我们就可以走得更长远 至于多性 一是通过积极的训练环境来防止 另一个方面 就是在队员精神层面的要求 我们要向前 要拼搏 要塑造更好的环境和文化 让球员自主的成长 所以 在全北 多性是不会存在的 西老交替也是球队的常态 和球员深厚的感情 是否会影响到西老交替的推进 你也看到 李通国是一个老队员 他现在已经40岁了 按照中国的算法 1979年出生的李通国 目前是39周岁 在韩国祖坛 40出头的主教练都有很多了 很多44 45岁的人 已经在俱乐部干主教练了 在韩国 有一种文化 年轻的教练是不喜欢老队员的 这种文化很不好 可能是因为他们说的话 老队员不会听 这一点 我认为年轻教练做的不对 我是完全相反的 西老交替中的老队员也非常重要 大的比赛 重要的比赛 必须要有老队员 他们是能够站得住场的 我的足球理念是 西老交替不用太快 我是老队员 中生大和年轻队员混合使用 因为像全北这样的球队 每年的比赛非常多 联赛 压惯 季后赛 费赛 一年五六十场比赛 所以 一名好的教练 应该能把老队员 中生大和年轻队员都用好 不能光用老队员 也不能光用年轻队员 否则都会是球队的隐患 我的足球理念就是 关键比赛 我会派上老队员 比如李同国 关键比赛 它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而且老队员还可以发挥 传帮带的作用 作为一支球队的领导者 我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队员 都捏合在一起 在计算术层面上 全北现代和传统的韩国球队 有一定的差别 传统的韩国球队 打得更硬朗也更简单 但全北更注重船街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全北现代这个队我带了13年 从一支普通球队 变成了一支强队 我的理念就是打公式足球 一直向前 不停进攻 打得你喘不过气来 现在的全北是个强队 尤其是在主场 我们主场的胜率 在全世界都是排前几名的 本赛季六胜一副 超越第二名四分 总成绩超越第二名九分 我们要打出漂亮的足球 让我们的球迷来到主场 所以我们就要打侵略性很强的进攻 不允许回传和横传 包括守门人也是如此 拿到球之后必须立刻发动进攻 发漫了都是不允许的 我们必须打出强队的风范 打出精彩的足球 也要打出好的结果 对于全北来说 其他球队都是弱队 但对于其他球队来说 他们本身比较弱 所以为了成绩 肯定会侧重防守 肯定要去拼身体 教练也必须用这种方式 保住自己的饭碗 但我们就是要进攻 好看 向前 侵略性 如果我们提防守足球 或者节奏慢 球迷也是不允许的 建言中国足球 中超做的非常红火 但必须做好情绪足球 目前的中国足球比较迷茫 比如有时候会学习西班牙 有时候会学习德国 但实际上中国身边 也有日本和韩国 这样足球强大的建林 那么 对于中国足球的发展 包括技战术风格的选择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崔康熙 首先中国的职业联赛 做得非常好 红红火火 这是非常好的 但我认为 中国必是更好的发展青少年 中国有发展青少年的 很好的条件 中国有资金 有广阔的地域和场地 所以 只要奠定好情绪基础 同时奠定好 适合中国中球的风格 中国情绪就可以 有很好的发展 等情绪发展好了 风格确定好了 中国超越日本和韩国 其实会很快 很多中超球队 曾经向你发出过邀请 你如何看待这种邀请 以后是否会来中国 直叫 我在全北这个队里 待了13年 这样的情况 要决定离开 是非常困难的 之前也有两三次机会 可以离开球队 但在全北 我感觉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比如要去争夺 亚冠的冠军 要去争夺 连赛的冠军 要帮助全北 完成更多的目标 所以 现阶段决定 离开全北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现在就是全力帮助球队 获得原赛和亚冠的冠军